在國民黨全球台商會後週下 侯友宜第一個海外後援會成立 展現趕衝趕拼的精神 侯友不但和台商勃感情 723全代會前一天 還一天成立兩場後援會 要將聲勢衝到最高 這麼多年就是咬給人給我收聽 我才能夠站在這個意外 我非常感謝嘉義人的重情重義 感謝鄉親支持 侯友宜展現 拼佔決心 但低迷的選情依舊吃緊 黨內喚喉雜音依舊沒間斷 黨莊因此特別把全代會 一整天的活動流程壓縮成半天 過去通過總統提名人選的時間 也從20分鐘減少為5分鐘 各種討論事項合併時間縮短 不讓喚喉聲音有機可乘 雖然韓國瑜已經答應出席 將重現禿子 漢子 燕子合體 但又傳出王金平早有其他行程 王院長有重要的宗教活動 事先我們都有聯絡過 王院長不論在哪一個地方 都是幫我們支持全力的來祈福 除了王金平不到前主席連戰 吳敦義也因故無法到場 不過其他大頭們包括吳伯雄 鴻秀柱 馬英九等和14位首長都會全員到齊 努力營造團結氣勢 力拼選情從谷底翻轉 明年國民黨全代會要開始 因為很擔心說是不是真的把侯友宜換掉 會影響到整個國民黨的形象 我們來看到這次國民黨黨中央 把一天的會議壓縮成半天 那麼今天來看到侯友宜的後援會當中 一天成立兩場 一定要把團結氣勢拼出來 對此來看到韓國瑜說確定會去 但王金平是不必來啦 因為王金平跟神明有約 瑞德哥請問 這幾天對於侯友宜來說 對於國民黨來講 有不能輸的壓力 所以金曉刀要出手囉 金曉刀把侯友宜的人設 變成是一個平凡總統 他說我是平凡男朋友啊 未來讓平凡人當總統 這個所謂的平凡總統 跟侯友宜有像嗎 這是第一個 另外明天韓國瑜會來 我相信很多韓粉還是無法接受的 但我知道傳出來說 其實韓國瑜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金曉刀的關係 金曉刀的眼神讓韓國瑜非來不可 還說有很多的招數 逼得韓國瑜你一定要來給我全代會 不過明天到底會不會舉 侯友宜的手說動算動算不知道 不過人必須到現場 我個人認為那麼金曉刀 金曉刀啊雖然他十幾年前啊 全請一時 那麼當時呢是因為他有當過國民黨的這個秘書長 又是駐美代表 然後呢又是這個等於說 這個馬英九呢總統兼主席 唯一最信任的一個人啊 那麼他又是這個情報投資國安會秘書長 那時候國民黨的這些地方派系 大概都怕他跟聽他的話 當時十幾年後 成績何時 金曉刀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他現在的身份只有一個 就是侯友宜的競選CEO 就只有執行黨 就只有這樣而已嘛 他既沒有糖果也沒有棒子 他什麼都沒有了 我是韓國瑜 我為什麼要怕你金曉刀金小刀呢 為什麼啊 他沒有必要怕他 沒必要 但是為什麼韓國瑜這個時候 之前有人這個聽說 韓國瑜要出國嘛 那韓國瑜為什麼突然間這個 會出席全代會嘛 我相信站在韓國瑜的這個立場上面 其實他應該是心裡面不太舒服的 這幾天凸顯出來 尤其是從藍軍啊 這些前立委啦 還是這些所謂的這個政治人物 包括要選立委的人啊 那麼講出來的一件事情 不約而同都跟他的最疼愛的女兒 韓冰有關係 為什麼呢 先是莫名其妙 說是要把韓冰推來 跟他完全沒有太大淵源的 萬華 他雖然你可以說北農跟他有 跟他爸有關係 但韓冰沒有關係啊 然後呢 萬華中正區的這個區域立委啊 五度 五度 由這個 相關的這個 國民黨的高層呢 跟韓冰要聯繫 但韓冰他本來就沒有這個意圖嘛 對 區域立委本來就沒有那麼的意圖 到第五度的時候 不是就破局了嗎 照理來講 韓冰的話題應該要到這個時候 就應該要平淡了嘛 沒想到事隔兩天竟然突然間 傳在台北政界跟媒體界 傳出一個東西說 他們要爭取 說韓冰要爭取不分區立委 這樣喔 對 今天聽說最新的還有人說 是侯友宜 不是侯友宜 是這個韓國瑜要爭取不分區立 喔 就是有交換條件這樣嗎 我告訴你如果我是韓國瑜 家裡任的人 我都會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什麼 我是當過高雄市長的人 八十幾八十九萬票 我是選過總統五百五十二萬票的人耶 我會去為了要爭奪這樣的一個嗎 而且這個跟那麼韓國瑜 這幾年來去整理公益團體 要做這個完全形象相反嘛 相反嘛 如果這樣的話 韓國瑜變成說要孜孜於 集集於名利嘛 連他女兒也是一樣 變成這個樣子嘛 如果我說韓國瑜我會非常生氣 非常生氣的話呢 那人家說那不然的話 因為這些話都從哪裡來 都因為你不團結啊 不去參加國民兰全代會嘛 這樣喔 因為之前說他沒有資格 後來朱立倫說他是中評委啊 對不對 當然有資格啊 所以呢我在想啊 如果我是韓國瑜的話 我是被迫 當然人情壓力也有 但人情壓力沒有那麼大 否則他一開始就會參加了 否則一開始他就參加了嘛 人情壓力如果真的那麼大 黨真的那麼需要你 那他這麼想要立挺 你不要忘記他那個聲明喔 他那個聲明是立挺 他要去這個現場參加全代會 立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跟立法委員候選人喔 他為什麼不要不說 要去立挺侯友宜跟那個 立委候選人呢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那個親書跟他看得出來 那這幾天啊 這個很多的這個泛藍的 這些政治人物 都在討論是 連羅志強都直接說他受委屈了嘛 委屈何從何而來 我跟你講韓粉是這樣 韓粉是啊 他們以韓國瑜的動向為動向 但如果他們的教主受到委屈 他們不會生氣嗎 當然生氣 四年前之所以不爽 侯友宜就是因為你侯友宜 怎麼對他們的呢 四年前在同一個地方耶 板橋的縣立體育館耶 你侯友宜是怎麼對待這個 等於說這個韓國瑜的嘛 你拒絕跟他們會面 你拒絕三重水洋公園 拒絕跟這個等於說韓國瑜會面 然後拒絕去立挺他 然後你拒絕跟他太太李嘉芬會面 拒絕立挺他們 然後最後你連新北的主任委員 你都拒絕嘛 講白了你是不是看不起他嘛 你那時候說市政優先啊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那麼這也是為什麼 種下了韓粉的心結嘛 有 這幾年來韓粉的心結 你連道歉 都得了末梢神經 那個遲緩症候症嘛 症候群嘛 你過了你過了三不怨 四不怨 心不怨 情不怨 最後勉強去講那個道歉的 也不太像道歉的話嘛 所以呢你只是為了你自己要選票嘛 所以你才會做這些動作 你可以發現喔 侯友宜到現在 因為民調低到無以負加 他現在最低的民調是12% 所以呢他最 他已經不低到不能再低了 所以願意屈服了 你看核能本來說 沒有辦法處理核非量 沒有核安全就沒有核能 對不對 現在核一場核二都OK 都可以重新恢復了 然後呢九二公司死都不肯講 現在為了選舉 什麼九二公司什麼都可以了 那緊接而來 現在也是一樣嘛 韓國瑜道歉 不是也道歉了嗎 之前也是心不甘情不怨 就不肯道歉嘛 那我問你羅志強所寫的韓國瑜的委屈 從何而來 如果沒有委屈羅志強幹嘛這樣寫 從陳玉珍所說的 你要知道羅志強所代表 是某種程度上面 就是這個等於說 站在韓粉跟韓國瑜這邊嘛 對 今天連另外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都出來講說 不錯 這就是情緒勒索 就是要韓國瑜 一定要力挺國民黨 你這種話你都講出來 所以陳玉珍說是金普中對 不好意思我剛剛說情緒勒索的 不是不是指那個陳玉珍也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女性立委 也這樣講了 也這樣講了 所以這就是情緒勒索 為什麼 因為你韓國瑜就是必須要力挺國民黨 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都知道其實韓國瑜很忠 國民黨也很愛國 他當時為了國民黨做了很多的 站在韓國瑜的立場上 當然他犯了一個錯誤 韓國瑜當年啊 能夠89萬票當選高雄市長 他如果不要講我來看我 如果繼續好好的當他的市長 去服選當時的國民黨的這個 總統參選人 跟這個立委的候選人 搞不好他高雄市長還連任 那他現在能量是不是大到無以復加 就因為我們講韓國瑜一輩子沒有 就一輩子沒有被人家拱上神壇 這麼高過 當時是國民黨害了他 導致他出來選總統 問題不是問題在於 韓國瑜他除了自己之外 最主要他是想要打敗民進黨嗎 打敗民進黨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明天會參加全代會 當然目的也是站在大戰 就說打敗民進黨嘛 但是打敗民進黨不等於 我就心甘情願打從心裡面 力挺我的關公兄弟 所以那麼多國民黨立委都說 韓國瑜是被挾持被情緒勒索 被要求 我問你 如果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參選人跟憲政立委都這樣認為 那很奇怪啊 如果韓國瑜根本沒有這樣認為 沒有發生這種事 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認為 那一定是幫他發生 這一定有嘛 強災的瓜不甜 你們有聽過嗎 強災的瓜不甜啊 這就很簡單啊 所以呢 雖然國民黨到現在去年底 那個聲勢無以復加 那個朱立仁他們口中所說的那個 什麼帶風向的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的五指家的民調對不對 你不要忘記去年12月做出那個侯友宜 39.9%耶 39.9%快四成耶 那時候你怎麼不說這是帶風向的民調嘛 但這一切所有的一切 各位 今天我要特別澄清喔 今天侯友宜有去參加一個所謂的嘉義同鄉會的一個 這個造勢大會嘛 嘉義郎挺嘉義郎 我也嘉義郎 我就不聽他 為什麼 我不聽草包啦 講白了就是這樣子 我要挺那個有能力 整整有作為有能力 可以帶領台灣走向世界 帶領台灣走向一個那麼安全安定 然後可以讓真正讓台灣人有驚悟 騎出你講我嘉義郎我驚悟 騎出你講我台灣人我驚悟 那應該是我們嘉義郎的精神啦 不是說你嘉義出身就怎麼樣 啊不然我講坦白的嘛 嘉義官有沒有 嘉義官的管長不是國民黨的 嘉義官的留意也不是國民黨的吧 真正完全執政的地方 其實在嘉義官 我的故鄉啦 我客家人我驚悟啦 我們母民友人我驚悟啦 很簡單嘛 不是嘉義就一定要 情緒都鎖 一定要聽你嘉義出事 我問你啦 侯悟宜做嘉義人 我自己的故鄉嘉義官 有什麼講現 你講給我聽 你現在講給我聽 因為他從 從警官學校開始 都在鼓山啊 都在台北做行事嘛 說坦白就是這樣啦 侯悟宜做行事不行啦 做很久啦 問題都在台北啦 除了中途有 因為他沒有外型的經驗 沒有這個外型主管的經驗 所以讓他過個水到桃園 去做警察局長之外 他其實他也沒有做一個 派所主管 也沒有做一個派所長 近年度我就做到行事 警察局長跟這個經驗司長嘛 沒有五十歲就可以做到 經驗司長 阿鼻也疼他嘛 阿鼻也一手拔鎖嘛 我跟你說坦白的嘛 他現在 為了要騙選票 現在開始在說阿鼻了 有沒有 我問你阿鼻子去看他的時候 阿鼻子去看他 每次看他 跟台東加到 一直跟現在保外就醫 你好友誼 有要去看他一次嗎 沒有阿鼻子有你好友誼 我跟你說坦白的 沒有阿鼻子就沒有你好友誼啦 你有去看他一次嗎 一次就好有嗎 這樣就好了嘛 重情重義 虎友誼 你有去看阿鼻子一次 一次就好嘛 請教瑞德哥 剛才我們說 他對阿鼻子 到底有沒有有情有義 最近有跟虎友誼 那個襯衫不一樣 他希望說 自己做平民總統 他就是要年輕啊 他要換阿鼻子 我跟你說 這個平民總統的idea 哪裡來 四年前 有一個人說他要做什麼 庶民總統啊 韓國瑜啦 韓國瑜啦 問題是你我就跟韓國瑜比嗎 我說坦白 不管你 不管你喜不喜歡韓國瑜對不對 韓國瑜的口袋一流的 我說真的 真厲害 虎友誼在聯織 新北 和嘉義通鄉會三張 說的話都一樣嘛 三張說的話都一樣嘛 對不對 我問你 韓國瑜如果每一張都說的一樣 這些記者就第一就不要煩 沒想要發新聞搞了 你知道嗎 沒想要發新聞 沒出於 你比較說也這樣 對不對 你要說 你愛中華民國 我們每個都愛國 有什麼了不起啊 哪有一個不愛台灣啊 問題是你要怎麼愛台灣 你要怎麼讓台灣 怕香味啊 給中華民國起杯 你說不出來啊 那至於他的穿著 我會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他特別要穿著 好像年輕 你看我們邊的葉雲姿就好啊 葉雲姿穿著很帥啊 穿在好友的身上就很怪啊 你沒有發現嗎 不能 你的人設不是這樣 就不要勉強把自己弄成這樣 你看他穿在世衷 他穿在世衷 也是要年輕化嘛 對吧 可是侯友穿起來 你不覺得就怪嗎 就沒有辦法 讓我們覺得 朝氣活力 年輕人就可以打成一片 你不是西裝穿這樣 你就可以跟年輕人打成一片 不是 是你講話的內容 你的未來 你的破壞 你有什麼 不是只有美民進黨就好了嘛 侯友的美民進黨 過去七年都沒打草房 拜託的 皇帝和醫生規定兩年賣來賣房 兩年 你剛才在兩年 賺取那個暴利差價 你賣掉 扣45%的縱稅是怎麼來 民進黨通過的嗎 平均地權條例不是剛修整過 現在連那個紅丹 房子還沒去 紅丹也不要賺差價對不對 都不行 這就是政府在打房嘛 他可以空口說白話 他也可以說前瞻基礎建設 什麼民進黨都必案 要成立特征組 我問你這件事 他在說他要成立特征組對吧 要恢復特征組 特征組為什麼廢掉 就因為明天不會去的 王金平跟他有關係嘛 王政真嘛 當時特征組的最高頭子檢查 總長那個黃世民 竟然 竟然 馬特征組監聽的東西 跑到總統的官邸去 馬英就知道嘛 然後呢再利用成為 馬英來鬥爭這個 王金平的工具嘛 成為天大的司法醜聞 黃世民因為這樣還被判刑 成為我們司法史上最大的醜聞 所以後來特征組 變成政治利用的工具 才廢掉的嘛 我不知道 你還要恢復特征組是什麼意思啊 你被恢復特征組 難道是 你要恢復東藏錦衣衛嗎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他在講話都說 中央都沒在照顧他 拜託的 中央都沒在照顧他 三百幾個牽下去 對面有一個三峽英 這個等於說議員有沒有 捷運三陰線是哪裡來 誰給你補貼的嘛 沒有中央民進黨給你補貼 有捷運三陰線嗎 你怎麼可以睜眼說瞎話嘛 為了要選舉 連人性都不見了 這算什麼重情重義 好友誼 張華雄 為了要選舉 最近兩個點其實很值得觀察 第一個就剛剛瑞德哥所說的 他把自己變成是平凡總統 那這平凡總統 應該大部分是金普聰 希望幫他塑造出來的 但是瑞德哥說 穿衣衣服不一樣 光圍也不賢 另外是保護馬仔 這個韓國瑜會到拳代會 所以金普聰 他真的把韓國瑜逼到 參加拳代會之後 韓粉真的因為如此 就愿意转向支持侯友宜吗 有可能 文教宁所提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侯友宜 如果金浦中想要把他打造一个 平民总统的四个字出来的话 你只要看一件事就好了 台湾的平民 绝大多数的人请问 哪一个拥有103间的套房 你只要回答我一件事情 台湾多数的平民 请问谁拥有103间的套房 那不叫平民 有3间的套房你就要投销 103间的套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讲平民总统 相对于侯友宜 这个103间的套房 大家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设对不起来嘛 因为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在上次2019年的时候 韩国瑜被检视最多的 也是庶民这两个字哦 所以当大家发现 韩国瑜有豪宅 韩国瑜买房子 那个价格还蛮贵的时候呢 所以在当时 韩国瑜就是因为 这几个房子的问题呢 被大家发现说 你就不像庶民嘛 所以你即便在2018年的时候 你用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当做很好的选举的 这个竞选的 这个我们讲说它的招式 但是到2019年 你被检视的时候 发现跟庶民两个字 对不起来的时候 人设就崩坏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侯尔宇走的路 请问跟当时不是一样吗 你现在讲你是平民总统 但是人家发现 一般的老百姓 根本不会有103间的套房嘛 这个就是他平民总统 打不出去的第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你所提到就是说 这个看起来 你会发现金普通把 就算把这个韩国瑜 逼到全代会上面去了 韩本就一定会支持 这个侯尔宇吗 我们可以告诉你 不会 为什么不会 来 这从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你看这个现在 从这个罗志强所发的脸书 他讲的就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哪六个字 韩国瑜受委屈 他讲这六个字 那讲这六个字的内容 里面讲什么呢 他讲说在国民党党内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是 有人好像是在 道德绑架韩国瑜 什么意思呢 他说拿韩兵 也就是韩国瑜的女儿 去选立委这件事情 讲说要把它不分 放到不分区的名单去 这是罗志强 写在自己的脸书上面的 那他特别提到什么呢 他还提到一件事情 说如果韩国瑜 他没有拿什么 韩国瑜没有拿说 我要热心公益 就不出席全代会 这句话在讲什么 讲2019年的时候 侯友宜当时不参加 国民党全代会 当时国民党全代会 是要表现出团结的气势 要力挺韩国瑜 可是侯友宜是没有去的 侯友宜没有去是拿 市政优先 这四个字当里有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韩国瑜要不去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讲说 我要热心公益当理由 是吧 所以罗志强发的脸书说 韩国瑜没有拿这件事当理由 可是国民党内 为什么有人在直直点点 要道德绑架韩国瑜呢 这是第一个 你要看这个罗志强的脸书 第二个你去对照一下 邱毅讲什么 来 邱毅讲说 他把他整理书说 金小刀用三招 逼韩国瑜去参加全代会 其中一招是什么呢 你看 他讲说最狠的一招是什么呢 除了利用炒热郑立文的 侯下韩上之外 他讲的就是说 拿炒作韩冰选立委来做文章 然后更离谱的 以韩冰当不分区立委 他说这等同于 公然以韩冰为人质 去要挟韩国瑜嘛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问你 如果是韩反的话 你会去支持侯友宜吗 知道韩国瑜是受害啊 对嘛 你的感觉就会觉得说 韩国瑜好像受到了委屈嘛 那来看看 支持韩国瑜的人怎么讲呢 这个是支持韩国瑜的人 发在脸书上面 你看他讲说 韩国瑜不参加 国民党全代会 国民党中央就放风声说 韩冰要不分区立委的职务 然后韩粉就觉得说 可恶可恶 真的可恶的国民党 韩粉的心中是这样觉得 所以你看他们里面 LINE群组里面自己去传 而且还传了什么 来 他们的韩粉的群组还传说 这个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侯友宜不帮忙选总统 还处处唱反调 而且讲说 侯友宜至少开了13枪 对着韩国瑜 开了哪13枪对着韩国瑜 其中第一个讲说 一直闪避韩国瑜 必不见面 然后呢 他还讲什么 第一枪就是 拒绝出席全代会 提名韩国瑜嘛 所以这一枪 请问明天也是国民党全代会 所以相对应起来的话 这一枪算不算对侯友宜开的 是吧 那里面还提到什么呢 里面还提到说 呛韩国瑜重启和事 是假议题哦 请问 现在侯友宜在上 节目的专访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 要重启和事 有吧 他只是加了但书说 要专家检查安全的时候 重启和事嘛 可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 他是呛韩国瑜 重启和事 是假议题哦 然后呢 他还提到什么呢 提到说 凡事都用市政优先婉拒 暗批人身 这个人身为市长 不做事 然后他还提到什么呢 你看 还提到说 有社团租新北市政府 场地挺韩之后 然后被批违反行政中立 侯友宜还说 绝不偏袒 所以你看哦 对于韩粉来讲 跟你算这13枪 等于算13件事情 就糟糟都是讲说 你侯友宜当年 就是因为用这个理由 所以你不支持韩国瑜嘛 然后还讲说 这个你现在等于是说 拿情绪勒索 等于是拿韩冰这件事情呢 去讲说 你韩国瑜如果不来的话呢 那你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所以这件事情来 讲最明显的是什么 是联合报的社论 竟然讲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是不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媒体用社论在批评说 批评说 大气很难吗 什么意思 大气很难吗 他意思就是说 你韩国瑜这样子 一直不肯表达要支持侯友宜 连侯友宜三个字 支持都不讲出来的话 那你这就是不够大气嘛 被修理了韩国瑜 是 拿社论再修理韩国瑜 而且还拿社论 顺便用大气很难吗 去修理郭台铭 一次两个都修理 那我请问你 身为两个被修理的人 请问你会好好的去支持侯友宜吗 飞去不可啦 飞去不可 但是你会好好去支持 真心支持侯友宜吗 当然不会啊 是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等于是用 罗志强是用道德绑架 有人是用情绪勒索 但我请问你 不管是四个字的道德绑架 还是另外四个字的情绪勒索 听起来是很正面的话吗 不会嘛 所以你如果是支持 那个韩国瑜的人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情绪勒索太明显 你只会觉得韩国瑜受委屈 你怎么可能整合得起来 把韩粉整合进来吗 不会嘛 所以你看一个大气很难吗 等于同时呢 把郭粉跟韩粉两块 你都得罪光了 不但得罪光了 来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韩粉跟郭粉呢 侯友宜你都得罪光了 现在连王金平呢 你看 王前院长在2019年的时候 即便当时他没有完全放弃 要选总统念头 在2019年7月的时候 他是有出席国民党全代会的 他一定有来的 他2019年是有来的 他2019年即便 他心里觉得不舒服 想说你韩国瑜 我好不容易2018年大力支持你 三三造势让你选上高中市长 结果你跑出来跟我抢选总统的路 当时的王前院长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是出席了全代会 可是在今年你可以看到的是 侯友宜现在的状况呢 王前院长他是没有出席的 所以郭粉整合不起来 韩粉整合不起来 现在连王前院长都缺席了 国民党的全代会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明天就算国民党展现出 好像看似团结的样子 但是在这个台面下 有多少股力量 你整合不起来 这个才是对侯友宜 最现实最残酷的考验 那老师 明天的全代会 国民党其实把一整天的会议流程 压缩成半天 半天 那个tempo走得很快 那个团结 其实一定要做出来 该来的全部都要来 但问题是压缩成半天 或者是用缺密的安排 就真的全代会 那个气质冲了出来吗 有没有可能明天 还是会出现一些 小小的所谓的闲外偏 偏外偏的状况 对 原本是一天的全代会 这一次把它浓缩成半天 而且发完便当就要离开了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没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团结的 怕别人这里面放炮 本来是要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一个下午有临时动议 或者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现在把它浓缩 然后连本来这个提名 候选人的时间也压缩 就是不要让人家在那边发难 不让人家有临时提案 会有人发难的 难讲 目前说是说没有看到 提案是没有看到 就是要换侯友谊 或者说要什么 菲律大联盟 目前看到的提案是没有 可是你怎么知道 临时有没有人举手 因为他知道暗潮汹涌 还是不要出错好了 对 所以他就是故意把它 弄得很紧凑 然后我相信 当明天的会场上 很多人在旁边监看 谁举手 就把他压下去 坚定坚定 不能让你冒出头来 所以这是国民党 那我想如果今天是一个团结的 或者是侯友谊 他今天的民调很高 或者他有希望当选 就不会有这些隐忧出现 就大家看衰 你现在已经二十几个民调 都是老三了 大家看不到明天 看不到希望 这些小鸡 怕被这个母鸡给压死 这些明天不是只有侯友谊的提名 还有很多立委的候选人 对不对 他们现在看的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跟你侯友谊合体 你会不会被换掉 如果你会被换掉 早点换 早 晚换不如早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国民党 有一个母鸡带领我们往前冲 现在是群龙无首 甚至你看连徐晓星 都跑去帮郭台鸣主持节目 昨天晚上 徐晓星要选立委 那我们叶元芝 张诗刚 也跑去了郭董的活动 叶元芝在做第一排 对啊 做海警第一排 对不对 郭董特别点他 对啊 当然现在郭董还不是候选人 可是他想选总统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嘛 所以我们看到 那你看昨天徐晓星 还去参加民众党 相关人士主持的节目 网路直播 那这就赖不掉了 因为这个贺文哲要选总统啊 那国民党现在对徐晓星 有没有什么处分 没有嘛 那你国民党是有党纪 有党纲的 你是纲性政党 什么纲性政党 你不能劈腿的 你只能参加一个政党 像民众党是柔性政党 他比较不在乎 他党纪也不是很严明 你有党 那如果说今天徐晓星这样去 去参加民众党网路 节目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那大家群起孝之嘛 大家学习他嘛 那国民党怎么办呢 还不要学下去 那国民党怎么运作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拿 侯友宜说 他叫平民总统 这是一点吸引力 都没有的名词嘛 对侯友宜没有错啦 他每个月文化大学的房租 一个月收164万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 他从小他是平民出生的 那你是平民总统 有什么特色呢 赖清德不是吗 柯文哲不是吗 郭台铭不是吗 郭台铭虽然是首富 但是他说我是叫我阿明 拉近乖 我也是出生基层 我警察家庭 所以你用个平民总统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他是平庸总统 他是平淡总统 什么平庸 才智平庸 什么平淡 讲话平淡 所以为什么他讲话 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嘛 然后你看他现在啊 他前两天在台北市党部办的活动 他连黄吕锦如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讲来讲去讲错 他不认识他啊 他不认识 不熟 黄吕锦如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跟你新北市隔了一条带水盒 应该认识吧 应该认识嘛 你说是屏东县党部主委 不认识罢了 台北市党部主委也不认识 所以我 然后你看刚才他们在讲 什么国家的希望 侯友宜 我觉得侯友宜 跟国家的希望有什么关系 他现在是没有希望 他现在老三 所以我觉得你用的这些口号也好 完全看不出 他之前讲侯友宜 我觉得还有点 有点意思 因为他侯友宜 侯友宜 很重视友宜 你说他是国家的希望 大家觉得很奇怪 赖清德讲听台湾 为什么 我们台湾要不被中国所打压 我们要在国际上展现出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要让台湾跟美日合作 所以我们要听台湾 他有他的背后背景 你说侯友宜是国家的希望 他希望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人设是很混乱的 没有特色 对不对 你看赖清德 到所有的场合去 他基本上都叫得出名字 台下人 那个政治人物基本的 是最基本的 谁谁谁 他都要认识 然后念一遍 记得越多 再把他关系越好 你看他这两天在台商协会 亚洲台商协会 下面的这些总干支 每个名字都叫得出来 会长 要念出来 对 而且你看就算 我说认识人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的 必须的 必须的素养 你看这个郑文燦 他当了八年市长 他下面的里长都认识 名字都叫得出来 见过一次第二次叫得出来 而且知道你是哪个里 这才厉害嘛 那你侯友宜不行的话 你情人补着嘛 你出发前背一下嘛 你可以问说 他们一定会了解说 今天这个活动有谁 有黄驴俊如有谁这些 我起码把台商人的名字背起来 我硬背都可以 实在是硬背不行 我旁边有个秘书派提点一下 那个是黄驴俊如的 都可以嘛 讲错 一直讲错 然后黄驴俊如很尴尬 旁边这个 讲完也很尴尬 不想该怎么办 媒体一直在拍 不可能停机嘛 所以我就觉得 就透露出 他这样的一个 他的素养是十分不够的 是十分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侯友宜 如果他的民调 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一拜五公布的 他虽然他现在是18% 又是老三 但是他跟柯文哲拉近了 现在变成2% 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们两个 上个月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9% 现在拉近 为什么因为侯友宜掉了9% 那侯友宜为什么掉了9% 当然是跟 这个765的大游行有关 但是 所以说侯友宜 你现在是不是能够一鼓作气 剩2% 好好努力 展现实力 下个月能够超越柯文哲 那你才有希望 否则会永远被人家看衰 芬老师预测说 明天国民党的全代会 一定是戒备森严 因为不能够让任何人随时发言 很担心会有倒侯的声浪 但是这种所谓的全代会 对侯友宜的民调 真的有帮助吗 稍微回来还有 柯文哲最近因为丑女论 民调下降非常多 蓝白河真的能够打赢民进党吗 稍微回来 回到故乡新竹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出席中小企业后援会 力拼企业界的选票 上台演讲 逗得台下超过一百五十名企业界人士 哈哈大笑 除了柯爸柯妈都来到现场 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也专程出席 据传替柯文哲阵营 于企业界居中牵线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也现身 用行动表达支持 这样子一个场合非常重要 候选人能够提出他具体 比较有组织性完整性的一些看法 在过程之中能够合 什么叫合呢 相同的理念 这个共同把它 宣明志喊话强调乐见蓝白盒 不过现阶段国民党与民众党 在立委层级的合作 似乎已经出现端倪 国民党在台中第一选区 至今仍未推出人选 目前只有民众党提名的蔡壁如 单独对决民进党的蔡提昌 另一头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原本积极布局吉隆立委 党中央却迟迟人未提名 是不是为了要离让国民党 面对蓝营不断喊话要合作 民众党阵营态度持续暧昧 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柯文哲回到了他的故乡新竹 参加的是中小企业的后援会 刚才呢 这个是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 薛明志他就出来了 他说一定要蓝白盒 问题是现在柯文哲的民调也掉 侯友宇的民调也起不来 蓝白盒真的能够赢 所谓的民进党赖清德吗 包括柯文哲最近的状况 还有明天 伯明达进行全代会 冠提议员你很了解 侯友宇市长 不敢说了解 有努力的想了解 常在一位当中 你们不是常常这样对决吗 是 他明天应该可以顺利过关吧 我先讲 明天这场全代会 当然对侯友宇跟对国民党来讲 都非常重要 那到目前为止的资讯 其实应该很确定 就是侯友宇他确定会是 中国国民党 这一次的总统的候选人 这个障碍 无论是朱立伦金普中侯友宇 看起来已经是排除了 可是他背后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这样 第一个为什么到现在 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说 侯友宇顺利提名全代会 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杂音跟异音还这么多 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因为 国民党在过去 确实有过换总统候选人的记录 就是七月全代会过关 是不是等于选到底 不等于 不等于 因为历史记录 历史经验 就是告诉我们 国民党是有把总统候选人 在七月的全代会提名了之后 换人的 而换的这个党主席就是朱立伦 所以过去有这个经验 第二个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我们客观来讲 因为当然民进党跟国民党在总统参选上面 我们是竞争的嘛 互相知底知彼 我们要深思一个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现在 就算是连支持侯友宇的人 有多少人相信以现在侯友宇的状态 他会赢 我认为现在侯友宇的状态 看起来连很多国民党 甚至我周遭的朋友 或者地方的人士 也都认为说侯友宇这样选下去 看不到赢的理由 再次去选的话 民调一定往下掉 就因为他连很多很多 国民党自己里面的好朋友 自己的干部 这些中央党部的人 名字都叫不出来 对 所以我才要说 说他找不到赢的理由 不是说谁稳赢 而是说他们大家 我宁可比较善意想 其实都在想 怎么让侯友宇赢的方式 可是这个在思考 侯友宇赢的方式当中 看起来国民党的路线 出现极大的分歧 所以才会看到 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 讨论国民党内 吵吵闹闹闹的状况 为什么我说出现分歧 我们看到 只要前几天 坚普冲他很明确的态度是 感觉蓝白和不会有这种状况 态度上感觉比较是 侯友宇会要拼到底 而朱立伦看起来 他现在对外的反应 跟对外的态度上面 是还是保持某种 蓝白和的可能性 所以你也会看到 国民党内的 小鸡也好 奖立委候选人好 每个人采取了不同模式 比方说像许巧新 他是某种程度上面 说支持侯友宜 可是另外一方面 会跑去郭台铭的场子 当他的主持人 会跑去民众党的 网路的直播 去当来宾 这种状况就是 小鸡这73个 不管是区域立委 原住民的平地 跟3D原住民立委的候选人 他们是需要赢的 那大家会各自想方法 这个想方法的状况底下 当然他们也希望说 国民党的提名候选人 能怎么赢 所以他们会思考一件事情 是策略面的问题 跟能力面的问题 我先讲能力比较简单 能力就是 侯友宜 你怎么样可以呈现一个 你像是一个 称职的总统 像是一个能力很好的人 对 所以你看到一开始 侯友宜的形象 或看待大家来宾讨论的人设 很确实在过去几个月 有说调整嘛 一开始出来 他告诉大家是探子 这个探子的形象 是从在地方选举的时候 探子 凸子 等等他们验子 这个形象 其实是侯友宜的一贯人设 探长 警察 然后这个形象 但走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最近很明显嘛 侯友宜他从探子的形象 一直强调探子这件事情 到现在比较多是想强调他是平民 平民啊 平凡人当总统这件事 那刚才很多来宾有分析嘛 平凡人当总统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最后的选票定胜负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时报的评论 看起来是对于这样的策略 是比较嗤之以鼻啊 觉得说有点过时老派 然后你要选一个平民当总统 是不是真的能够跟其他几位候选人有对照 看起来好像 连中国时报他的评论都不是这样子 给予支持没有很看好 所以能力的部分是这样 再来是策略 其实关键就是 国民党内 我的观察不一定对 一直现在在想一件事情 跟官员说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民调起来 有六成的民众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只有四成的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所以我们只要团结这六成 团结了就会赢 逻辑到这里没问题 可是我们再往下推演 关键的核心 这一个六成假设他讲的是对 所以我可以辨论 我认为这不是对 但是我姑且把他逻辑是对的 就算他认为这六成都可以支持他 蓝白要合的一个关键是 你总统谁来当 现阶段国民党的态度 我看起来感觉是这样 他们才抱有蓝白和希望的人 他们相信一件事情 跟他们努力一件事情 到最后两三个月要谈不管是实质蓝白和 或者是形式上蓝白和 就是弃保的蓝白和 还是真的共推总统副总统候选 他们深信 或他们认为 或说服自己 或催眠自己 无论是什么状况 他们认为侯友宜可以回到第二名 所以他们在讲蓝白和 这是一群人 他们因为侯友宜可以回到第二名 会赢柯文哲 倒是要跟你合适 国民党当头 对 第二种人不一定是国民党 而是民众党的一些人是讲 朱立伦之前跟黄建廷不是讲 要第三阶段吗 第一阶段侯友宜 第二阶段整合郭台铭 第三阶段整合非民进党的其他政党 那在这个时间点 那蓝白和要谈就赶快来谈啊 虽然没有公开讲 可是如果依照时程来进行 跟依照现在的强弱状况 柯文哲跟你谈 柯文哲是当政的 侯友宜你是当副的 但问题来了 我认识了所有国民党的朋友 无论是公开还是私底下 国民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 认为如果用民调比下去 国民党输柯文哲的话 侯友宜愿意当副的 这件事情是最核心的关键 就是国民党不愿意 承认侯友宜现在民调比柯文哲差 国民党不愿意面对真正的事实 对 然后国民党深信 在未来侯友宜会迎柯文哲 幻想 所以我不敢说幻想 搞不好他真的有策略啊 有很厉害啊 但他们深信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这件事情 往后面看嘛 往后面走嘛 那到最后的时候 也许侯友宜他有机会 超过柯文哲 那就跟柯文哲来做 我觉得是他们的盘算 好 那现阶段大家在讲 那怎么赢嘛 开始当然会先从立委开始 当然立委 立委选区 这我们民进党确实要延正以待 就是说 开始有一些选区 民众党提了人 国民党感觉没有要提人 那这个状况底下 国民党也当然 国民党也没有把自己优势选区让出来 国民党把一些 他自己可能选不会赢 可是民众党有兴趣的选区 把他看起来 给民众党选 更有盘散吧 那会不会有 就是很多选区 本来民众党有评估要提人 国民党选了 然后民众党就不要 我认为这是一种相互毁灭 这也是现照目前为止 国民党的人 遇到柯文哲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没有下重手 感觉提到柯文哲的时候 骂就小个三分 因为柯文哲有相互毁灭的能力 如果你国民党 现在真的要跟我争 那我在你这七十几个立委选区 我大量的提人 我会影响最大的 当然是国民党候选人 所以他们现在维持一种 国民党期待 我在未来会有能够赢柯文哲 再来谈整合 然后同时在各地的立委选区 柯文哲不一定能赢 可是他又毁掉 国民党候选人的能量 那这个状况底下 当然这个竞争关系就出现 可是因为国民党内部 对于谈怎么跟柯文哲合作 竞合关系还没有一套 所以就变成各自为政 有人选择说 偶尔也骂一下柯文哲民众党 有人选择是说 那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互相不要太伤害 那这个状况底下就会产生 底下比较无所适从的状况 讲到立委选举问原职议员最准 他昨天不是去参加 那个郭董的董事长开讲 那我们都知道你坐在最前面 那郭董就说 原职议员你也这区外区 我也很有影响力 因为你要选那一区 那当时张思刚也有去 对不对 那张思刚的位置在很后面 你在在蛮前面的 所以你跟郭董 应该有知道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没有不是 这大家想太多了 没有吗 其实是因为我比较晚 你还在跟郭董切割 你还在靠国民党那边 我比较晚到 那晚到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就把我带到那边去 就是第一排剩一个位置 我就刚好就被带到那个位置去 然后后来郭台面上面讲话的时候 他就 他说灯光一暗就看到我了 所以才讲 后面才有一些对话 就是说 比如说提到他要盖社会住宅 他就是说 他也可以在新北市跟一些建商 盖一些公益的社会住宅 他说 我可以盖医院自己的选区 板桥 我在板桥也有很想影响力 才有后面那段话 那昨天其实是 因为郭伴那边有邀请我 刚好他在新北办 那我想说 你那要邀请我们 我们当然就是应该要去 郭伴是邀请你 还是你主动跟他们接洽 因为郭董还是有点 他邀请我的 他邀请我 他邀请 不然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昨天那场 我们不会去 仔细去算说 他到底哪一天办什么活动 其实不会关注到这种地步 他邀请我们就去 然后那为什么我们去 难道不怕党内讲话吗 其实我是觉得 第一郭台铭他并没有 还没宣布参选 以徐晓星的说法 郭台铭只要宣布参选总统 大家就离开 所以昨天我们也都在 关注这个事情 只要他讲宣布参选 大家就赶快走 但是没有发生 所以是准备要落跑是不是 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因为要切割 要等哦 他说啥 快点来 快跑快跑 其实最后 这你们也很委屈 其实最后他有 他有一个现场民众提问的环节 问他说要不要选总统 我们都已经准备 你也紧张准备要跑 跟张诗刚讲说 等一下会不会有大场面发生 但没有嘛 你们好委屈哦 不是委屈 不是委屈 然后第二 你们也很贼我觉得 也没有贼 我跟你讲 其实昨天就是 也没什么你知道 然后后来我去 郭台铭他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时候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叶元智为什么在第一排 我不是叫主办单位 把他排到最后一排吗 因为他是敌是友 我们不确定 说得真好 他有点开玩笑的讲 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讲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 他是觉得 这个是不是 侯又宜派来卧底的 所以他中间在 讲政策的时候 他都会提到说 不要讲太多 不要讲太多 不然又被宜仁之学走了 到时候对方政监换了 他一直在讲这个事 可是到后面 我觉得我最后他走的时候 我就跟他握手 然后他就蛮友善 所以我就悟到一个道理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 一直说要整合郭台铭 郭台铭只要独立参选 就GG了 非律又GG了 赖清德就准备躺着参选了 11月如果说 郭台铭有登记 克文哲有登记 侯尔有登记 赖清德不用跑行程了 钱省下来 干脆做公益算了 对不对 就是把选举经营份 拿来做公益 因为一定当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非常努力 在做整合这件事情 那郭台铭你说他心里 有没有想要参选 当然有嘛 不然他吃饱撑着 他办直播干嘛 弄那么多政见干嘛 他当然是想要参选 可是他会不会参选 想跟会 是有一段距离的嘛 那他现在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现在想的就是 他要不断地想办法 让他的民调在9月 要高 9月来不及高的话 就11月要高 这两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9月就是他要 假设他要独立连署的话 他最后去领表的时间 11月是中选会规定 你要去登记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点 他民调要高 他就有条件 来跟国民党谈 跟柯文哲谈 当然 他说我的民调那么高 我已经第二名了 那你们如果说 我登记下去 你们两个也GG啊 不然大家来谈合作啊 所以到时候 可能有人会合作 就是说 可能有人会合作 这个思维就是说 不合作就全输嘛 如果有合作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赢嘛 但这个我觉得 现在讲都言之过早 因为还有三个多月 现在是七月 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现在讲都言之过早 所以郭台平的想法是这样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 就像冠婷讲 我们是有信心 你有什么信心 我觉得后年的民调会回升 大英都是会 一定是会回升 他们一直这样讲 因为他之前比较乱嘛 你也看到 他之前有比较多 不利的因素嘛 那现在有很多 不利的因素 正在消失当中了 有吗 有有有 但是因为我时间不够 没办法因问素 你时间不够 那我留更多时间给你 谢谢 广告回来之后 都是叶元之时的 他专属的时间 那可能大家都 明天国民党要开全代会 这个团结 其实一定要做出来 但是有没有可能 像叶元之议员这样 去参加郭董的场合当中 明天会被憋 这个贴成这个特别人物 不过 元之议员告诉我说 他觉得 他觉得啦 郭董到时候不会选 所以这时候 跟他建立一点交情 等于帮国民党拉票 你会想太多 没有没有 我刚刚讲是说 因为侯友宇的民调回升 所以最后 郭董最后应该是不会选 那如果郭董不会选 我昨天去 我跟他破兵有没有 然后最后 把他拉回国民党 你好伟大 代表国民党跟他破兵 我认为是对团结有帮助 真假的 你现在就要搞 兼臂亲野 像今天很多记者问我 你不怕被党纪处分 我是说第一 郭董还没离开国民党 不是 就是说郭董 他并不是我们敌人 第二 你现在就搞兼臂亲野 你现在就搞敌我分明 你只把可能整合力量 推出去 所以像我们昨天 等于是做润滑纪 所以你也觉得 如果要整合的话 到时候侯当头 侯当父 你们可以接受 没有 那个是之后在谈的事情 我是在这未来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可是你要做准备 你现在一定要有论滑纪 要去多接触 朱立伦组织 才有机会整合 朱立伦组织 他今天也被问 他同样的问题 他就说我们不会去处分 如果要 如果连我昨天去坐在台下厅 都要被处分 薛小青早就被处分 我们现在没有把郭台铭 视为敌人 但如果是克文哲来就不行 这条红线已经画在那边 跟克文哲确定是不可能的 确定是不可能 但是郭台铭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他也没有宣布参选 他如果宣布参选 可能又不行 但是之后 就是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组 我觉得是有可能 只是说现在 言之过早 到时候看当时的氛围 克文哲也没有把话讲实 你看民众党的人 话都讲得很死 民众党每一个 只要提到蓝白盒都很生气 就说你们不要再讲这个蓝白盒 这是假议题 但克文哲本身是说 再看一两个月 水到渠成 为什么保留一个弹性 又德哥 我觉得 原知议员 他实在是也不敢讲真话 他也不能讲真话 叶元之跟张诗刚 昨天真的是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脚底都抹油 准备要跑 随时如果郭台铭 选总统 好委屈 一百公斤 可能不知道 11秒就到了终点 会不会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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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全台湾 尤其是那种非常紧绷的 立法委员区 相关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现在不敢得罪 三种人 什么人 第一个 柯粉不敢得罪 韩粉不敢得罪 然后郭粉不敢得罪 你们有发现 这三种人 他都不敢得罪 你虽然说 国民党很好玩 现在只规定说 他党的 或者是总统参选人 你不能跟他 等于说有进一步的接触 其他的无所谓 所以你看 徐晓鑫去上了 民众党的相关的 这个节目 可是没有这个规范 其实就像昨天 昨天讲的 郭台铭到现在为止 没有说要选 没有说要选总统 而且他现在也不是 国民党籍 然后所以去 为什么连坐在下面 听都不行 坐在下面听都不行 上面可以主持 上面主持人是谁 徐晓鑫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现在 就是国民党的这些 相关的立委候选人 他们的困境嘛 有一个人 我发现 他也不得罪 袁宽衡也不得罪 袁宽衡 你看 那个 柯文哲来到 大甲正南宫的时候 袁宽衡做陪 然后紧接而来 他也这个等于说 他爸爸是赞成郭台铭的 是是郭台铭的 他自己是 也是这个等于说 立庭这个侯友宜的 三边都不得罪 你只要得罪一边 我跟你说 他们这三个 我刚才说的 柯粉 然后郭粉 然后韩粉 他们这些人 他没有办法让你上去 他成事不足 但是一定败事有余 他只要五%三% 没话说真的 你现在在这个紧绷的地方 就算是 南营的深南的地区 你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跟台北市的松信区 跟文山区 你有本事 你去得罪这些人看看 一个都不能得罪 为什么 三%五%有没有 你就落选了 所以没有人敢得罪 所以现在人人好 你没有发现 大家都人好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候选人现在变成 我谁都不得罪 谁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不过郭台铭还是 玩暧昧不能玩太久 玩太久以后 新鲜度没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去G了 所以不要再拖到9月了 823就直接起义了 823再不起义 我讲坦白的 郭台铭最后